趕快拿出自己的心盤 我們一樣從心盤當中的太陽星座 跟上身星座來觀察 首先提醒兩顆星的星座 有獅子座的朋友 最近開銷很大 所以真的是有一點點壓力 所以在任何的消費的時候 千萬不要衝動 處女座的朋友 可能跟朋友之間 會有一些意見上面的 這種不合的情況 會覺得想要調整一下 跟朋友的互動的模式 讓自己是更輕鬆 更舒服了 另外摩羯座的朋友們 未來一週 可能如果要告白的話 最好先緩一緩 可能這個告白的這個 會有點失利 讓自己心情不太好 三顆星的部分 這邊有牡羊座的朋友們 事情很多 所以在做事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匆忙 太粗心 免得出錯了 另外奢屬座的朋友們 工作雖然很繁重 但是能夠有機會 順利的完成 雙魚座的朋友們 有一些重大的計畫的話 提醒一下 也可以再緩一下 慢慢的謹慎規劃 好在行動會是更完美的 四顆星的部分 這邊有金額座的朋友們 對於未來的這個目標 人生的方向 都能夠有一番新的展望 非常的恭喜 通知座的朋友們 有一些新的感情 新的戀情正在醞釀 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 這種曖昧的階段 是非常的甜蜜的 天蝎座的朋友們 對於現在的生活 是非常的享受 不管是身體的健康 財物 這個感情的狀況 都會很滿意 五顆星的部分 這邊我們要恭喜 水瓶座的朋友們 個人的魅力非常的旺 不管是感情方面 或者是我們說工作上 需要的人員魅力 都是無法可擋的 恭喜天瓶座的朋友們 在工作事業上面 能夠更上一層樓 讓自己更加地發光發熱 另外提醒 巨蟹座的朋友們 財運噴通 讓自己能夠效果強開 今天真的是來對了 校安也有上班 今年如果真的發大財 不會忘記各位姐姐 哥哥姐 好 謝謝 我們說完這次會 打金牌來送給老師 對 什麼時候改的 一都有 像你差不多就要打金牌了 你可以打薄薄的 薄薄的嘛 對啊 你覺得哪一個老師 給你最有感應 現在就要這樣掛金 好 我們最後來看加碼的部分 恭喜感情最旺 恭喜水瓶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 恭喜天瓶座的朋友 以及財運最旺 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謝謝老師